大家好,我是胡明星 那在上一次课程当中 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URL的一个配置 那在这次课程当中 我们将继续的去给大家讲解 Jungle里面的VU这个模块 里面所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 那在开始课程之前的话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我们上次课的这个例子里面有一个小细节 在启动服务的时候 当我们再去启动开发服务器的时候 其实你会看到这里面 它是有一个警告信息的 有一个警告信息的 那这个警告信息的大概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URL的那个方法 它是一个过时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地方过时了呢 就是说我们用字符串的形式去调用VU的对象 它是一个过时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要避免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来做 那很简单 很简单 我们就用最原始的那种方式 就是我们最初 比如说去导入 Hello这个APP里面的VU 我们把这个VU导进来之后呢 我们这地方不要用字符串的形式 我们用这个对象的形式 然后去把相应的函数对象呢 给它传进去 同样这后面也是 这后面这个应该是VU.test 好 那这样改变了之后的话呢 这个异常信息就不会有了 就原来用字符串的这种形式 原来用字符串的这种形式 在1.9版本里面 它是一个过时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了 所以最好大家还是用它推荐的方法 好 写成这种形式 写成这种形式 OK 好 这是这个问题 了解过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内容 我们今天的一个内容的话 是给大家去讲解一下 VU.py里面 所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 那在之前的课程当中 我们已经有提到过VU的这个py 它是来干嘛的 是不是它是主要来做 我们的业务数据的请求和处理的 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在这个文件当中 那在这个文件当中 VU.py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之前在讲MTV模式的时候 里面的那个图 这个图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在这个里面会涉及到 从路由的那个配置 路由的分发器 把请求转 转发给对应的VU里面的函数区 去进行处理 那在这个VU去进行处理的时候 会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对象 一个是Request 另外是一个Response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S 应该是应该是Response 这两个对象的话是 整个的这个VU请求处理过程当中的一个 两个核心对象 两个核心对象 在我的这个课件里面呢 有给大家去详细的讲解这两个对象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在去请求一个网页的时候 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请求的方式 就是当我们从电脑当中的 比如说浏览器去输入一个网址之后 那它其实是有一个http 请求到我们的服务器 服务器接受到这个请求之后 处理完了之后呢 会做一个响应把结果呢 返回回来 所以它在这里这两个过程当中 一个请求一个响应过程当中 产生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对象 这两个对象是你们一定要记住的 两个对象 不管是在Python语言 还是在其他的语言当中 那只要是涉及到Web请求的 它一定是这两个对象 一个是Request 另外一个呢是Response 在Python里面 在Python里面 http请求的对象呢 是叫做httpRequest 响应 http响应产生的对象呢 叫httpResponse 好 这两个呢 一个是请求对象 一个是 这个响应的对象 然后这两个对象 它所在的一个位置 是在我们的Jungle的http下面 大家可以去把它导入进来 我们来认识一下 fromJungle.http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httpRequest 还有呢httpResponse 好 这两个是它的两大核心对象 当然有的同学说 为什么这里面还有什么httpResponse Redirect之类的 好 这些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讲 这两个是核心的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的这个VU的处理函数 处理请求的那个函数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在处理hello的这个访问路径的时候呢 是交给VU里面的这个hello的函数去进行处理 那这个函数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有说过 那这个VU当中的请求处理函数 它的第一个参数一定是一个request的对象 那这个request的对象的话呢 其实它的类型就是一个httpRequest OK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判断它 通过什么方法呢 大家在学习Python的时候 一定有用过一 instance的这个方法 那通过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去判断某一个对象 它是否属于某一个类型 那我就可以去 把这个输出来看一下 我们看它反回是true还是force 好我们来访问一下 OK 那你会看到我这地方 其实输出的是一个true对吧 那说明我们的这个request的这个对象 它其实就是http的request的这个对象 就这个类型 就这个类型 那这个类型的话 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我这个地方给大家把一些 非常常用的属性和方法 给大家列举出来 给大家列举出来 那比如说 它的属性pys pys的属性的话呢 是 它的一个请求页面的路径 返回的是一个路径 那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去使用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这个pys的属性 那它打印出来是什么内容 好 你会看到它返回的是我们的请求路径 就是我们的请求路径 对不对 再比如 这个message 这个是它的一个请求的类型 是什么 是get还是post的请求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属性呢 去获取到 好 你会看到我们刚才的这个请求 它是返回的一个get 对吧 它是返回的一个get ok 好 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属性 还有很多的属性 比如说get 还有post 还有呢 request 还有cookies files 好 meta user session 还有这个原数据 它的原始数据 那这些分别是来干嘛的 分别是来干嘛的 这里面的这几大属性 那我们来看一下 get post 和request 至于我这个地方用 我这个地方用这个背景色 去标记了的这些属性和方法 是非常常用的一些属性和方法 这些是大家重点要去了解的 没有标注的 像这个的话呢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 知道了我刚才的这个请求 它其实是一个get的请求 对不对 它其实是一个get的请求 那这个get的请求的话 我在请求的时候 如果说给它传递了一个参数 提交给服务器 我们在url里面传参 get的方法传参的时候 那其实传递的参数 它是通过一个问号 后面参数名 然后等于我的参数的值 参数的值 比如说我这个参数的值 假设是12345 那我这样子可以去请求 那我可以在请求的时候 把这个name这个值 传递给服务器 那我服务器这段去接收的时候 那要怎么去接收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会用到get 我们这个时候就会用到get 那get 好 在这个get的参数里面 在这个get的这个参数里面呢 有一个get的方法 这个get的方法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接收到 我们刚才所传递过来的这个参数 好 我的这个参数名是叫做name 对吧 那我在这边去接收的时候呢 就要按这个名字去接收 好 刷新一下 好 你就能够看到我这边 从url 好 get的方式提交的这个参数 那就能够接收到了 对不对 好 就能够接收到了 OK 这个get的方法的话在哪里啊 我在这地方也有给大家去总结 那这个get的方法的话呢 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 curricate的一个对象 一个对象 因为我们的get get post和request 这几个都是一个字典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类型 它返回的是一个字典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get的方法去获取到它里面的传递过来的这个参数的值 OK 好 这是get方式提交过来的 get方式提交过来的 如果是要post提交 post提交的话呢 大家在学习html的时候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如果是要用post提交的话 我们可以去构造一个表单 对吧 可以构造一个表单 然后通过表单的方式去把这个内容提交过来 那我们就在这个代码里面去用一下表单 我们要指定post提交 好 我们要指定post提交 好 我们要指定这个post提交的话呢 我们就在这个message里面去设定好 好 设定好了之后 我们要提交的这个地址是提交到哪里 我们可以呢 提交到我们所定义的这个hello 对吧 定义这个hello 然后提交什么内容 那我给它一个文本框 比如说type等于test 一个文本框 好 然后它有一个name的属性 那这个name的属性呢 假设叫做 key 然后再给它一个提交按钮 提交按钮的话呢 是type等于submit 好 我们这样 这样构造了一个表单 那构造好这个表单 我刷新了之后 刷新了之后 那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有一个表单的元素出来了 那出来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提交相应的内容啊 然后提交的是这样的三个汉字 点击提交 点击提交 好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403的错误啊 这个403的错误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去加一个 这个403的错误是因为将过它会验证post提交的一个安全性啊 它会验证一段那个token 所以我调用一个标签啊 csrf的这个token的标签 好 让我的post提交呢 能够通过服务器的这个验证 好 再来提交 好 这次没有出错了 但是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控制台里面 好 出现了一个loan 对吧 空对象 好 为什么会出现空对象呢 OK 我们回到这里 那你会看到我们的这个request的对象呢 使用的是get的 使用的是get的这种方式去接收 所以呢 它没有接受到post提交过来的内容 那如果说 我在这个表单提交的时候是get方式提交的 如果是用这种get方式去提交 好 用get方式提交 你看 能不能接收到 好 get提交的话 get方式提交的话呢 这个地方也有点问题啊 因为我们这个表单的名字是叫 表单里面的元素的这个名字是叫什么呢 叫key 对吧 我如果是接收name的话 它是接收不到 对不对 好 我这个时候呢 换成和表单里面一样的啊 换成和表单里面一样的 好 再来提交 那你看到我这个地方所提交的这个内容 好 所提交这个内容 服务器这块就可以接收到了 对不对 它就可以接收到这个值 好 如果是post提交 如果 注意我们在get提交的时候 我们在get提交的时候 那其实它提交过去的这个内容啊 get方式提交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它会把get的提交的数据 以URL这种方式呢 传递给服务器 对不对 这就像我们之前用的那个URL提交的方式一样啊 URL提交的这种方式 它就是get方式的提交 好 get的话 它的这个数据也会显示到URL里面来 对不对 但是post提交的数据呢 就不会显示到这里面来 好 所以 所以这个get和post呢 有一些区别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可以注意一下 好 如果我这个地方是post提交 那我这个地方呢 就要用 post去接收 好 post去接收 不然的话呢 你接收不到这个值 好 我们再来试一下 好 随便提交一个数据 那你会看到我这个值呢 就接收到了 对吧 好 这个值就接收到了 好 再来看一下 对不对 就接收到了 OK 好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 request这个对象里面 它还有一些属性 好 比如这个request 这个request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比较 好 通吃的一个属性 就是它既能够去接收 get 也能够去接收 post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我现在是post的方式 对吧 好 然后去提交 好 提交 提交的时候 报了一个错 request点 好 这个地方报了一个错误 是说我的这个request的对象 没有request的属性 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我刚才查了一下 那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呢 是因为1.9里面 就将个1.9的这个版本里面 已经没有request的这个东西了 就没有request的这个属性了 所以在1.9里面 其实没有这个东西了 我们可以可以来收一下 你看收不到 就在这个官方文档里面收不到 好 我们看一下以前的这个版本 好 我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这个链接 就是 这是1.9的关于request 和response的一个官方文档 它的一个详细说明 在这里面 它是没有 没有这个对象的 没有这个对象 没有这个对象 在1.8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你把1.9换成1.8 你就可以看1.8的这个 官方文档 那再来说这对象 在1.8里面就有 1.8里面就有 这个地方就有说是 说这个 这个属性 它是在将过1.7里面 就已经过时了 然后肯定是在1.9的版本里面 把这个属性给出掉了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大家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就是你如果是要接收 get提交的数据 你就用get的这个属性 用post提交过来的 你就用post去接收就可以了 好 这个呢 在1.9里面 这个属性 在将过 1.9里面 已经被移除了 OK 好 这是 这是这一个 这是这一个 好 然后除了这几个 get post这些之外 以及这个 message之外 这里面还有像 files files的属性 就我们上传文件的时候 我们要从这个 属性里面去获取文件的信息 这个在上传文件的时候 会讲到 然后这个meta是 我们请求的 那个头部的信息 http头部的信息 会在这个属性里面 然后这个user 好 这个user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 我们在后面的时候 会经常的用到它 那它保存的是 它保存的是 我们将过 就是登录用户的相关信息 它保存在这个属性里面 好 这个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因为它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 后面我们在做一些代码的时候 就会用到它 好 还有这个session的属性 session的属性的话呢 是绘画的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我们在讲session的时候 会用到它 OK 好 这个呢 大家做一个了解就可以 它是一个原始的post的数据 好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些方法 http request这个对象 它还有一些方法 比如说get for pass 那它可以获取到我们请求的完整路径 请求的完整路径 都可以这样子去试验一下 你们可以学我的这个方法 去试验一下 点 get for pass 好 那当我们去请求这个路径的时候 比如说我传递的某一个值 好 注意这个地方的问号 一定要是英文状态下的 好 请求的这个完整的路径 get for pass 的话呢 完整路径 就接收到了 好 这个 这个是 就是它的一个完整的路径 这个路径里面包含了参数 前面的这个pass的话呢 它只是接收路径 但是它不包含参数的这些的信息 你们可以自己去试验一下 好 这是 这个request的这个对象 request的这个对象 OK 以及它相应的一些常用的属性和方法 好 我们的这一节课呢 就先到这里 哈 在下节课当中 我们再接受讲后面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